国际金价去年大跌了28%,今年5月份金价也比去年同期再下跌了3.8% 香港知名的周申申、周大福两家金店 因为中国大妈抢金潮不在,销售额大幅减少了大约三成 去年4月在香港掀起的抢金潮,让一众金店笑开了怀 不过,这种繁华景象已经不在 香港珠宝金行周申申主席周永诚说 集团4月份的销售额较去年同期跌3成 他又承认,大陆反贪腐对集团的销售情况有一定的影响 周大福也表示,外围因素对公司的销售造成挑战 生意是差了,当然是有一定的因素 例如国内反腐的行动,或者稍微经济的波动都有影响 中国黄金协会数据显示,曾经让华尔街震惊的中国大妈们 一年来,因为抢金的损失约260亿元人民币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